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各怀鬼胎 就这四个简单的字啊 但透露出来的东西却一点都不简单 此刻所有人的境地都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永生会到底在搞什么呢 同时这样的浓雾遮天蔽日 鬼知道危机会在什么时刻降临 李高楼一门心思在想着办法带着所有人离开 但是从玉麒麟开始 很多人都有着自己的盘子 这样的情境让人觉着不耻和愤怒 但是一点办法没有啊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人类本就是最复杂的动物 尤其是那颗人心 我们又离开 突然之间听到这么一句话 李高楼自己都愣了一下 下意识抬头 然后他就看见了玉麒麟 还有玉麒麟身后站起来的近百人 这什么情况 哪怕小李同学一时间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一嗓子太突然了 鬼知道这些人脑子里边想着什么呢 这浓雾如此严密 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还是面对着永生会这样如此可怕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着离开 你这脑袋是让驴给踢了吧 因为玉麒麟的一番话呀 现场其他人也都将目光转了过来 而且因为他的发生 其他海外门派的人快速加入进来 一黄眼的功夫居然可超过五百人了 这样数量的支撑 让玉麒麟的心里边相当有底气 同时他也更加肯定了自己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现在一定要离开这儿 跟李高楼保持距离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他们海外门派 甚至玉麒麟都觉着 这浓雾很有可能是玉麒麟跟李清更搞出来的 他们俩呀就是在演戏 跟之前的吴明氏一样就是在演戏 然后啊 他试图得到所有人的传承 这想法出现在玉麒麟脑子里边 让他相当肯定 最终那简直是完全认定这就是事实 没有什么可疑惑和质疑的 李高楼随后看向玉麒麟 你们离开干什么呀 人多力量大 为什么永生会搞出这样的浓舞 可是现在却还没选择动手呢 很大原因就是永生会也在犹豫着 是不是可以对付这么多的人手 对于这么多人永生会也忌惮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之前袁天龙他们中的毒都会被清除掉 到了那个时候 大家的力量自然更加强大 只要拧成一股绳 面对着永生会也就有了更大的胜算 可是如果内部先乱了 玉麒麟带着这些人走了 那就彻底把一股绳的力量给分散了 不说他们从这离开之后能不能活下来 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单单只是让剩下这些人就变得危险 李高楼也不能同意 玉麒麟看着自己身后的人呢越来越多 底气也越来越足 我们海外门派跟你们本土门派本来就不太和睦 而且大家的传承也早有彼此分开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愿意自己找寻一条生路 有问题吗 其实还有一点 玉麒麟那始终将江湖跟门派提在嘴里边 实际上就是给李高楼施压 通过这种方法告诉所有人 这就是江湖道义 李高楼没有资格来逼迫或者强迫自己什么 听到这番话之后 李高楼马上就明白玉麒麟的想法了 这就是不知死活呀 如果不是自己和李清庚 现在他就已经成为永生会的牺牲品了 结果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 依旧不知悔改 张口闭口什么海外什么本土 这家伙有脑子吗 怪不得如今江湖示弱 很多东西在不断消啊 如果没有家国天下的小集体思想 早就应该被消灭了 如果现在不是这样的处境 李高楼一定毫不客气要教训教训的 但是现在呢 结果刚巧就在这时候 李高楼脑子里突然有一种亮了一下的感觉 的确如此啊 这半天抱着生死簿 他一直试图找到合适的办法离开 但是没什么收获 说到底 还是因为永生会这样的组织牵扯到的东西太大 因此自己的等级始终受到一丝限制 可是为什么自己没想到 在这儿把经验先提升呢 没错啊 虽说提升经验是一件比较缓慢的事 但是有一种办法可以飞速飙升 那就是经验宝宝啊 可这不正好吗 眼前这玉麒麟就是个经验宝宝啊 之前看到他上台的时候 李高楼心里就琢磨了 只不过后来因为无名事的关系 他也就暂时啊 把这想法放在一边 但是现在呢 这家伙居然自己蹦出来了 这不就是想努力的告诉自己 他可以为自己贡献一份力量吗 念头及此 李高楼嘴角露出笑容 看着玉麒麟完全没了之前的憎恨和厌恶 反而啊满脸的和蔼可亲 他的这个笑容看在众人眼里边也觉着奇怪啊 李高楼之前感觉相当生气了 怎么突然之间换了副表情啊 就算是玉麒麟 你也觉着好像哪不对 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不过马上自己鼓励自己 重新恢复信心 李先生 希望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江湖道义 我们有着自己的自由 难道你打算跟海外门派为敌吗 还是说 这分明就是你的圈套 为了给李高楼施加压力 同时也为了让自己的同盟 更加坚定的跟自己站在一起 所以玉麒麟呢 给李高楼抠了顶大帽子 这番话相当具有煽动性 他说完之后 下边很多人跟着一片哗然 很多双眼睛盯着李高楼 猜测着他的想法 等待着他的决定 小李同学则相当轻松啊 他朝着玉麒麟一步步的走过来 如此简单的动作 却让玉麒麟变得紧张 他之前可见识过李高楼的手段 而且周围还有鄂人岛的执法者 那可都是李高楼的帮手啊 如果这家伙真是不讲理的话 他可一点招都没有 你 你要做什么 玉麒麟一直觉着自己是海外门派的领袖 并且任何时候都在为之而努力着 现在哪怕心里紧张害怕 表面强装镇定 李高楼摆了摆手 其实啊 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讲江湖道义 人生自由吗 那我就离得近点 跟你好好聊聊 李高楼看上去非常随和 说着话的同时 可来到了玉麒麟面前了 这让玉麒麟觉得古怪 但是心里啊 稍微安定一下 你只要讲理就成 所以现在是个不错的机会 自己只要真的可以带着海外门派这些人离开 那么之后必然会成为他们的领袖和英雄 他保持着镇定 深吸了口气 那你说吧 结果这话刚出口 对面李高楼劈头盖脸 一巴掌就扇在他脸上了 说 我跟你说个屁啊 这就是江湖道义 这就是人生自由 你懂吗 今天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你 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小李同学说话的同时 巴掌又抬起来了 啊啪 啪 啪 紧接着呀 全场众人耳中就听着如此清脆的声响 一声接一声啊 这可是实打实的大嘴巴 一下接一下 咳着劲的轮呢 偏偏偏 玉麒麟被精神力量锁定 根本呢 躲都躲不了 所以他只能 认真的感受着 每一巴掌 带给他的冲击 也就是三十来秒吧 玉树临风的玉麒麟 一个脑袋 完全肿胀 就好像是拿火钳子 出溜过的 猪头似的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